一開始是在台中工作 在那邊讀書 然後大概25歲以前都在外地 然後想說 回來鄉下 一方面可以在山上吃素跑 可以接近大整人 就不會受拘束 但是相對的 就是要去付出才會有收穫 在山上他的生長時間比較長 這東西就是跟水果一樣 水果都一樣 只要他的長期拉長 他在香蕉果樹上面 增長比較慢 然後他的澱粉累積會比較多 然後他的肉質就會比較緊實 以平地來講 所以他就有落差 然後再加上是在我們 吉吉蘭河宴過來 屬於高山氣候 所以進來他的氣候條件 所種植的東西 會比一半不利 就會有差異性 因為他產期會拉長 產期拉長 他很成熟度夠 加上他在山上他的派水 算好 他的活肉也比較緊實 應該差在這邊 依我的管理方式 我是比較自然的 你看就知道 都是草 在某些重要的時間 我們園裡面就整理乾淨 我們從試驗所出來 地帶他長成這樣子 在土裡面 他的底肌 他都會跟著長大 然後旁邊他的 就是二代 就是二代 然後旁邊 再來就是第三代 第三代就是他的孫阿哥 採收四處 第一代母親 然後他會再留一個第二代 第二代一個兒子 然後相差大概幾個月 會把他 就是啊 再來就是像我們留的 第二代要留拿時候採收 去酸那個時間 這樣子 就是一個母親一個兒子 然後現在母親已經割掉了嘛 所以他兒子就長大了 所以還是在等他開話 開話結束這樣子